讲完所以 最后的话就加一个那个回圈 那回圈的写法以后都长这样的 反正以后你要 重复哪一列到哪一列 就for i 等于 第几列第二列嘛 你再看一下最下面一列 的位置 然后呢 请你把刚刚这一行怎么样 放到这个for net的中间 意思就是说我要在这里面做变动嘛 所以我就把这一行拖拉 把它放到这里来 那一般习惯是按个TAB键 让它下一阶 这样看起来会 比较有结构性 如果你不按TAB的话 感觉好像全部都放在一起 这样看起来会 不是很有结构 特别注意 当你不按TAB 它一样可以跑 不过我这一行习惯 就加一个TAB TAB键 好那最后的话呢 你可能要改个地方 改什么地方 一请你把这个Sales的第几列 改成I就可以了 那它会怎么变 它会先 我先把这个清除掉 这个先把它清掉 OK 然后呢 如果把它改成Io 你会发现它第2 然后在第3第4第5 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上面有个执行嘛 你会发现 全部跑完了 这个就回圈厉害的地方 回圈就是说呢 你要叫它重复几次 它就帮你重复几次 所以这是电脑厉害的地方 而且绝对不会做错 而且瞬间就完成 当然如果你用人工来做 就没那么厉害了 所以你要利用电脑的优点 重复做这一点 但问题来了 你会发现 好像有点怪怪的 哪边怪怪的 原来你丢的东西 都是到F2 F2 对啊 我应该公式要改一下吧 这个是F2 G2 H2 然后面这个应该现在变成3 有没有 这应该变成4 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数 这个值 应该跟着这个I去变动 才是正确的 但问题来了 你特别注意哦 因为呢 我们现在这一串 这个叫做一串的文字 一串文字 那文字呢 那这个I是一个数字 是一个数字的变数 你不能说直接把这个2变成I 这样不行 它这样直接输出 如果这样做 它就变 变这样 它找不到 它这个变错误了 因为原本这边变成什么 FI了 它把它当一个文字 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你如果要输出正确的话 记得哦 这个地方你不能直接把I放进来 那可是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原来的2 这个数字变成I 有几个诀窍 第一个哦 请贵第一个把它选起来 那我们要先做几件事 就是说呢 我要先把这个文字切开来 OK 切开来之后的话呢 再把I放到两个文字串的中间 它的基本做法 我最喜欢 先切开就是两个双号 现在变成左边右边 变成两个字串了 然后呢 要串东西又移到中间 再用这个and的符号 把它串一个东西 串什么呢 串一个I在中间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and的符号 特别注意在VBA里面 不像那个Excel公式 它前后不用空白 VBA必须要and呢 前后要空白 跟那个我们写英文一样 and前后一定要空白 大概就这样 所以如果你要把I放在这边的话 大概就写这样就可以 有三个地方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另外一个G2 这个也要改 H2也要改 那如果你暂时 我相信很多同学 现在还是有一点一头五水的感觉 想说老师你在讲什么 好像听得懂 但我好像听不懂 因为我跟各位讲 这是常有的 但你知道原理原则 可是为什么这样做 你可能暂时还转 不过我跟各位讲 你暂时也许 你如果还不能理解 没关系 你就先背口诀算 什么口诀 以后如果你要加一个I 你就背那个口诀 先找到你要变的那个数字 然后呢 先两个双引号 一到中间 两个and符号 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 然后呢 把它的and前后空白 好 先背口诀 保证不会错 因为以后都这样做就可以了 OK 至于为什么 因为之前上课的经验 就有同学说 老师说真的 我刚开始来 完全不能懂 但后来他为什么懂 因为他多做几遍之后 他说老师我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 你的意思是什么了 可是是在很多堂课之后 可是我不可能现在等你 等很多堂课之后 所以我先告诉你 先背那个口诀 再做一次 双引号两次 对 移到中间 and两次 移到中间 加一个I 就变数 然后呢 把and前后空白 这样就OK了 好 那我们最后的话 来run 应该可以懂 所以 他就长这样了 如果说缴离一下子 即派起来 参考一下云端白板上面 也会有 然后第14页的地方 这没办法 这一定要这样做 如果你不这样做 没别的简单的方法 这已经够简单的程式了 好 那我们最后的话 把它执行看看 看会不会OK的 执行 你会发现 他就全部 按照我们要的意思 全部都做完 那这个结果呢 其实会跟什么 之前用录制聚集的结果 会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之前的是 用录的 现在是自己写的 完全是不一样 自己写跟录的 当然如果不讲 当然没有人知道 可是问题 这个就是真的 完完全自己写 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把清读写完 清读怎么写 其实清读比较简单 就怎么样呢 就其实 就只要什么 上面再加一个什么 for 甚至其实拿上面来复制 也可以 for i 等于什么 我要清的范围是第二列 到101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内 所以这个有点标准化流程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一个 这一个 sales 放在这个什么呢 它的回圈里面 然后要做什么呢 每一个都帮我清空 这底下 这个把它清掉 然后呢 改一个地方 改哪里呢 改这里比较好 改个i 这就清空了 后面不用改 为什么 因为全部都丢一样的东西 什么 丢空字串 有没有 还要执行看看 全部不见了 有没有 应该懂的意思 执行 输出 OK 如果 假如你这个可以做的出来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变化一下 这边可不可以做出来 可以啊 一样的意思 有没有 如果这边紧连次 假如你要再写一个输出紧连次的话 那做法就怎么样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把这个公式直接就再丢到这边来 然后你可以观察一下 这里面有什么变化 有个地方变化 这个地方 C2变成C3 那这个就是i的位置 就把它改一下就可以 看看里面有没有双引号 如果有双引号 一样改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吧 就是把这两段 配合那个回圈 把它完成 已经又变上一层楼 这个不过 这个是自己写的东西 最后完成的程式 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4页这边有 OK 那如果你实在是写不出来 或者一直写错 你可以有个方法 直接把它Ctrl C 有没有 直接把它Ctrl V到这边 有没有 就会一模一样的 那你再把它删掉重来 也可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写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做法就是说 如果将来 你不希望每一次重复做的事情 都要自己再录制具体而产生的话 那实际上是可以自己把它写出来的 而且并不困难 那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的这个Essale里面 已经有做了很多的公式 那你很希望快速的把它再跟VBA结合的话 那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 也可以用你原来的公式 就直接可以把结果丢进去 只要你有些资料更新 那你就可以快速的产生你要的那个结果 OK 所以这个方法其实 是算是一个蛮快产生VBA的简易方式 但细节其实还是蛮多的 包含就是说你可能要先知道如何把资料放在储存格里面 另外的话呢 如何再利用回圈 把这个整个范围的资料做一个大量的输出 并且把那个I的值变动 OK 那这个可能请各位先练习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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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